我们再来关注以哈冲突的相关消息 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持续 而哈马斯的二号政治人物 在黎巴嫩预袭身亡之后 黎巴嫩、珍珠党是否会全面介入战事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再度启程前往中东 并且将访问以色列 这是本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 美国总统特别协调员霍克斯坦 也将前往以色列 寻求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珍珠党之间的紧张局势讲文 哈马斯二号政治人物 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努里 在黎巴嫩遭无人机袭击身亡后 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警告 如果以色列选择将战争扩大到黎巴嫩 珍珠党不惧之一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在被问及纳斯鲁拉的表态时表示 美方只会根据珍珠党的行动而非言语做出判断 目前还没有看到珍珠党完全投身 加入支持哈马斯的战局 科比强调 美方不希望看到以哈冲突扩大 也不想看到以色列北部开辟第二条战线 路透社也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 珍珠党和以色列都不愿与对方爆发战争 另一方面 加沙地带战事震撼 多枚火箭弹4号早上从加沙中部发出射向以色列南部 其后在以色列上空被以方防空系统拦截 在加沙西南部沿海的马瓦西 已经发动袭击 造成1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9名儿童 半岛电视台称 遇难者大多在10岁以下 最小一名死者只有5岁 马瓦西位于汉尤尼斯以西 是地中海沿岸的一片荒芜之地 已经早前将当地化为疏散区 只是大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 前往那里搭建帐篷避难 此次已经发动袭击 大片瓦砺碎片落在避难者的帐篷上 造成数十人受伤 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 同样受到袭击 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自本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有超过22000名巴人丧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